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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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很多朋友都聽過 生兒子和生女兒是老公做事的 但是陳醫生 是真的嗎? 你好像有一個很爆炸性 很震撼性的消息要告訴我們 其實不是很適合的 你這麼快就發脾氣 老婆, 是你一個問題, 別一個問題 寶寶是生命的延續 寶寶是一個家庭的快樂之源 寶寶是上天賜給我們的禮物 所以這集寶寶要健康 就是想生寶寶 雖然近年香港的生育 我都持續下降 但是我周不善聽到朋友 又說想生寶寶 或者希望生寶寶 甚至乎生完, 想再生 好, 我們現在介紹一下 這集的兩位嘉賓 首先有Jackeline, 莊斯文和張明雅 歡迎 歡迎兩位 註冊中醫師梁吻善 虎產科專科醫生陳益士 這個世界上 有些事情不是努力就會成功 例如生寶寶 有些人像我一樣 即是嗨嗨也有 對, 小心點… 有些人努力了很久 都還沒能夠成功 沒錯, 其實也會看回 媽媽結婚的年齡偏高 或者有很多壓力 環境的污染 很多因素 令很多媽媽都會遇到生育危機 不是想生就有 所以這集 第一個想大家投票表態的題目就是 如果可以的話, 你想生寶寶 你會不會用人工受孕的方法呢 3、2、1, 投票 很多綠色 好, 現場觀眾和我們兩位嘉賓的 表態結果是… 74%是會的, 26%是說不會的 很明顯, 大家都想生寶寶 都不介意人工受孕 對, 陳醫生, 我想問一下 人工受孕究竟有多少種方法 以前70年代的時候 是讓精子自己游進去 即是把精子放在門口裡 自己敲門走進去 但後來發覺原來精子很懶 連門也不想敲 我們有技術幫它開門, 把它推進去 所以現在有兩個不同的受孕辦法 挺好笑 這個比喻不錯 精子也有分是勤力和不勤力的 你一定是這樣 我很勤力的 很勤力 她不用門口, 直接就… 把門進去 把門進去 嫂子, 你真是… 不要這樣看 人工受孕, 現在是否很普遍呢, 醫生 現在是比較普遍的 主要原因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女性的結婚年齡 和生育年齡推後了 令她們難生寶寶 是 第二就是男性的問題 也有一個很大的比重 因為我們有很多現在生活習慣 和環境污染上 其實令男人的精子比以前差很多 其實數據來說 50年來男性的精子少了大概一半 是 現在有一群人 做人工受孕 其實不是因為太太有問題 而是先生的精子不夠勤力 如果選擇做人工受孕 因為你不會只放一粒精子 可能你一放就放幾粒 如果真的有三個、四個寶寶 不可以選不要 其實在事觀嬰兒的歷史上發展 以前是放兩個或三個 但是最大的問題是 如果你放了三個 而你三個都成功了 你小撐的機率相對上也挺高 其實醫生不喜歡孕胎 其實我們想你一個就妥得穩穩陣陣 我想問排卵的問題 因為很多人… 女性的卵子是有限數的 不會無限有的 例如狂打排卵針的情況下 會否導致女士阻停經 其實女性和男性 這是很大的分別 因為女性 當你小時候十一歲來月經 你大概有四十萬粒卵子 有些人會問我 我十一歲來月經到五十一歲 四十年而已 我每個月排一粒 也有五百多粒 我另外那些全部去哪裡 其實他們全部有一個 叫自然死亡的過程 所以每個月每一刻 他們身體都有卵子自然死亡 那些排卵針的作用 是令一些原本會自然死亡的卵子 懂得發育 所以我們不是在用它的儲備 而是用一些原本會沒有的卵子 我想問問先前 在做這個工資之前 究竟有什麼湯水可以幫助子宮呢? 準備懷孕來說 例如你很忙 你經常都要走來走去 就可以在月經來之前 多喝一些梅桂花茶 帶香的花茶也可以幫助你 舒乾, 可以釋放一些壓力 另外為什麼要介紹生冷的東西 生冷的東西又是什麼呢? 其實一些沒煮過的東西就是生冷 一些比室溫低的東西就是冷 所以這些吃得多 都會消耗到更多的陽氣 令身體不太適宜受孕 明白了 現在生活科技這麼先進 其實有些人想生嬰兒 就用薪工受孕 如果不想或想遲一點生 就可以用技術去延遲生育 沒錯, 現代女性每個人都獨立自主 很多人都不想馬上生嬰兒 但他們會用冷凍的技術 將好的卵子儲存 讓時機成熟才會再懷人 但這個技術如何呢?馬上看看 生育是上天賦予女士們的一項特殊使命 但偏偏有時間界限 為了現今社會的環境 以及打破女士們在生育能力上的時限 冷凍卵子就出現了 陳醫生, 可否跟我們講解一下 這個冷凍卵子的過程是怎樣的呢? 其實冷凍卵子的過程 相對上現在是簡單的 當女性的月經周期來的時候 我們會幫她用藥物 令多些卵子懂得發育 因為我們的目標其實不是用一個 我們的目標可能希望有十個左右 當卵子成熟的時候 我們超聲波會看到 就會通過一個陰道超聲波的辦法 將卵子取出來 抽出來之後 我們會先拆開它的保護罩 然後通過玻璃冷凍 將它擋在-180度的儲存缸 好, 我知道Jakyn 其實在十年八年前, 二零一零年 三十年前, 想好了 你已經有考慮過 去做凍卵子的考慮嗎? 有想過嗎? 對, 因為早幾年 香港也流行了, 有廣告出現了 也有了解過這個過程 但當時沒有去做, 因為經濟存活率低 因為很多醫生都說早雪早勇 但在我的世界就覺得早雪早勇 不如直接生, 不用雪 所以想知道究竟如果真的要雪卵 它的壽命有多長呢? 其實是這樣的 以前為何成功率相對低 雪的辦法是不同的 以前叫慢冷凍的辦法 用慢冷凍, 平均來說 卵子解凍活存率大概六成左右 現在用玻璃冷凍, 去到九成多 我們自己的經驗 其實卵子解凍的活存率 可以去到九十九% 但是, 接著用一顆卵子 我們要過很多關 要受精, 做到胚胎, 放進去成功懷孕 這就要看卵子的質素 直接跟女性的年齡有關係 至於說雪一年, 雪兩年, 雪三年 去解凍用, 其實是沒有分別的 很多數據都看到 雪一天, 雪四年 你解凍, 其實懷孕也是一樣的 那收費呢? 收費呢? 因為以前很貴的 收費呢? 在現在香港大約十萬元左右 雪十年, 因為年費嘛 十萬元也是說起初要用藥, 拿卵子 然後雪起它 之後第二年比, 可能一萬多元左右 就是中學倉, 要處置一萬元 對, 中學倉, 逐年比 一次比十年可能便宜一點 是 再談吧 明白…有什麼興趣? 我有一個問題想問 例如有些人, 像我一樣 已經生了孩子 但還沒想到這麼快就馬上生 否則很忙, 真的很忙 抽不起來 真的很忙, 例如先休息一下 例如想幾年之後, 或者將來可能生 可以先說好嗎? 但我想問, 卵子先說好會否較聰明 如果你假設三十歲, 卵子先說好 你四十歲才用 其實那些病法 都等於一個三十歲的媽媽 所以我自己的病會是這麼做的 我現在做了卵子 然後做了胚胎, 放了懷孕 但懷孕生完 我都想多生一個 但我不想現在生 我可能四十歲才生 但我怕到時會更難做 這也是一個事實 因為三十五和四十 是一個很大的距離 所以可能他生完 我現在先說好 可能我三十九歲 我會回來找你, 程醫生 不過很有趣 在我生兒子之前 有很多朋友給我很多秘方 如果你還想生兒子的話 有個肚子 列明了那些日期 什麼時候做那件事 那你跟進來做過 是, 完全沒有理過 我會做的 本輯節目的獎品、獎金非常豐富 其中包括德國協 有機嬰幼兒奶粉及食品 連皮膚護理產品禮券 及獎金總值三十萬一千 其實生兒子、生女兒 都是天話事 但有些爸爸媽媽 特別對某些嬰兒的性別有偏好 像阿波一樣, 很幸福吧 生了三個寶貝女兒 之後讓你多追求一個兒子 現在就夠了完本 敏之交清楚 我沒有追求一個兒子的 純粹是天意 他純粹是鼻子的 因為兒子和女兒 爸爸媽媽都很愛親 不過很有趣 在我生兒子之前 很多朋友給了我很多秘方 如果你還想生兒子的話 有個圖 圖?什麼圖? 我發了一張表給我 上面列明了日期 什麼時候做的事情 什麼時候他懷孕 有機會讓孩子出現兒子的機會 會比較大 那你是跟進來做的? 是, 全部沒有理會 但也有出現, 是不是? 其實很多朋友都聽過 生兒子和生女兒是老公作主 是男人的原因 是 但是陳醫生 是真的嗎? 你好像有一個很爆炸性 很震撼性的消息 要告訴他們 其實男性的精子是X、Y 如果是X的嬰兒 就會是女兒 Y就是男兒 但是有些人研究過 例如我生了兩個女兒 或是三個女兒 或是三個兒子的老公 把精子分開業 其實發覺X、Y的比例 都是50、50, 沒有分別的 最後為什麼會這樣發生呢 其實可能是因為卵子 你是Y, 你別來了 你是X, 你進來吧 那個人就會多生女兒 反而是反過來卵子 選給誰入門口 對 這個真是第一次聽過 我老婆經常說我 你要生什麼事 是你說事, 與我無關 現在可以說他與我無關 你這麼快就回事 老婆, 是你的問題 不要再問你 最近聽到有人說 有人說喝酒的男士 如果長期喝酒的話 是容易生女兒的 其實如果你看統計學上 某些人會比較生女兒 就不喜歡吃煙喝酒 真的有關係嗎? 你真的不想聽著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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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尷尬, 很尷尬 很尷尬 但是我幫你平反 我生兩個兒子 但是我和老公都會喝酒 就是喝得不夠多 但是他又生兒子 喝得不夠多 還有吃煙 那就沒有, 煙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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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煙酒當然不要大家亂吃 這些是不是? 不健康 好, 是時候大家要表態了 就是想問問你們 你們會不會用人為的方法 增加生兒子或生女兒的機會 3、2、1, 按進去 好, 我們看看結果 好 很平均 50%說會, 50%說不會 不會 不如看看我們現場觀眾也談談 好嗎? 這位小哥是不會的, 不贊成 對, 我也不會 因為其實順其自然 因為如果是好的小朋友 其實生兒子或女兒都是這樣 好, 但你努力了 生了八個都是兒子 我想生女兒 那怎麼辦 這個也不會這樣做 就是我幫不了你, 是不是 對, 應該幫我 無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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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另外可以媽媽抱著寶寶 現在你是兒子還是女兒? 是兒子 想不想生女兒? 都想, 其實我有兩個兒子 所以有機會有生女兒 我也想試一下 好 是 剛才陳醫生說了是女兒去嘗試 那顆卵子去嘗試 怎樣可以令她說到嘗試 即是賀爾蒙還是心態 嫁給你 嫁給你 其實最初… 你很變男生 你開門給男生, 開門給女生 很變男生 其實最初人們研究的時候 是用青蛙來研究 那時候他會養貨豆, 水 發覺如果你多加甲銅 將來青蛙會比較男性 如果多加甲銅和尾 將來青蛙會比較女性 大家就想想 如果這樣在人身上行不行 有些很舊的研究 如果多加甲銅, 可能會多生男生 我們說的是媽媽去吃 但後來的研究也證實不到 是真的可行的 所以如果你問我今天 可否用飲食上增加 你生某個性別的嬰兒機會 我會回答你沒有 所以其實並沒有包生仔 或者包生女的方法 我覺得寶寶的健康 比性別更重要 對 即是生孩子好、生女好 都是自己的寶寶 沒錯, 要寶寶健康 其實媽媽的健康也很重要 所以在生寶寶之前 一定要做好準備 以後的DNA測試 可以給女士在華人之前檢查 方便制定飲食計劃 Dr. Marcus, 介紹一下 寶寶在媽媽的肚子裡 要吸收很多不同的營養 但怎樣才知道 媽媽的身體先天 缺乏哪些重要的營養呢 今天要介紹的基因測試 就可以測試到 媽媽的身體先天 對維他命A、B12、D、葉酸 和鈣質的需求 從而可以找到 適合自己的飲食營養計劃 身邊有Dr. Chin Dr. Chin是一位遺傳學專家 Dr. Chin, 可否跟我們講解 關於DNA測試 可以, 其實DNA測試很簡單 不需要抽血 只需要用棉花棒 拿口水樣本就可以了 當收到樣本之後 我們就會用離心機 將DNA順化 也會用儀器 將有關的基因放大和排序 而我們也會用電腦 去分析龐大的DNA數據 再找出基因的意辨 從而去判斷當中 基因有沒有出現任何問題 在DNA報告裡面 會有關於葉酸吸收能力 鈣質需求等一系列的分析 以及也會有專家營養建議 我們可以知道這個案件 在鈣質需求方面 研究顯示 在三條基因有特定易變的人 如果鈣質攝取量不足 就會很容易引起代謝綜合症 就應該增加鈣質的攝取量 而檸檬酸酷也會比碳酸酷好 因為會對腸圍溫和一點 少一點副作用 媽媽是這個世界上最強的人 生小孩之前要做很多準備 沒錯, 所以我想問Karen 你生小孩之前有做什麼準備嗎 沒有 但我平時會經常做運動 正常的飲食 不過剛才有聽醫師說 如果有很多人來見你的時候 你會叫她們不要吃生冷的食物 其實我也有吃生冷的食物 但也中了 你年輕而已 你年輕而已 這是一個反白眼的禮物 反而是很平常的 我覺得做運動是有幫助的 對 不如我又問問Cenci 女性的子宮非常重要 因為是孕育嬰兒的地方 會不會有些我聽說養宮的食物 有, 如果你是氣血虛弱 比較容易怕冬或是陽虛 你就可以適當地吃核桃 黑豆、黑芝麻 或者如果你是氣血虛弱 可以吃紅豆或紅棗 平常可以喝炒米水也可以 所以懷孕成功的時候 已經是很感恩這件事 但到懷孕的時候 都很擔心很多事情 而且最擔心除了自己外 是嬰兒的健康 所以經常要檢查嬰兒 進展如何, 有沒有事 沒錯 所以除了做定期產檢之外 現在還有無創產前檢測技術 Market有這方面的資訊, 我們看看 我們細胞內的染色體 藏有DNA遺傳密碼 但這些遺傳密碼 有時會出現隨機性的特變 影響胎兒的健康 所以產前檢查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我們請了張博士 張博士, 可否跟我們說一下 這個無創性產前基因測試是怎樣 其實這個基因測試 主要是由中大的研發團隊 研發出來的 最主要是在媽媽的血量 可以提取胎兒的猶豫性基因 過程相對簡單 首先在媽媽裡拿到10毫升的血 然後放在離心肌裡 進行血漿分離 在血漿裡, 我們可以提取寶寶寶的DNA 然後這些DNA 我們可以放在高通量測蓄兒裡 然後進行分析 博士, 在分析報告上 我們可以看到什麼 其實這個報告 最主要可以看到唐氏綜合症 愛德華氏綜合症 以及巴陀氏綜合症的基因疾病 相比傳統的測試 這種產前基因測試有什麼好處呢 其實這種測試 最早可以在懷孕十週裡 已經可以進行測試 另外, 我們的報告 這個可以在三至五天 已經可以提供給準父母 另外它的準確性可以高達百分之九十九 而且因為它是無創性的 它的安全性比傳統的 抽羊水或者抽玉毛是安全的 就是說如果可以早點做測試 又可以早點知道結果的話 準爸爸媽媽就會有更多時間 早點幫寶寶計劃 以及做最好的安排 對, 沒錯 原來這些檢測真的很先進 可以測試到許多疾病 Garrett, 你有沒有做很多產前檢測 有, 那時候第一個寶寶有測頸皮 測完頸皮之後再抽血, 就是T21 第二個寶寶沒有測頸皮 直接抽血染 好, 測頸皮之前也聽過 是有一點危險性, 對不對? 其實測頸皮的主要問題是 它不太準確 剛才播放的無創堂氏 準確率達到99以上 是抽血驗 很多時候照超聲波做產檢的時候 會照到嬰兒的性別 究竟是男生、女生 但那些有機會會錯 我記得T21可以驗嬰兒的性別嗎 其實是,因為有些病 是嬰兒的性別染色體出現問題 譬如一個單X的綜合症 即是一個正常女性 她有兩條X的染色體 但有些原來只有一條 那她會怎樣呢 她出生也是一個女性 但如果以前沒有這種檢測 可能大一點才會發現 有些可能心臟有問題 她們會很矮,通常只有四尺多 而且大部分都是沒有生育能力 另外有些男性的病 就是XXY 因為正常男性是X和Y 她就多了一條X 那她們會有甚麼病徵呢 她們通常比較高大 其實你不太看得出她有甚麼問題 通常以前沒有檢測的時候 可能到了她二十多歲結婚生育才發現 因為她們原來沒有生育能力 即是她們射出來的精液 可能沒有精子裡面 如果你在高院裡找 有可能找到 但找到的機會都是五成左右 如果現在有這些檢測 就可以知道這些病 所以因為她會看這些 跟性別染色體有關的疾病 她會知道子女 在這裡 當然你可以選擇 不想知道 我就會跟她說 你的報告就不要寫下去了 是, 保持神秘 清楚了, 謝謝… 謝謝陳醫生和Cincy 今天跟我們分享了很多很重要的資訊 如果大家想生嬰兒 記得留意我們今集分享的小智慧 希望各位蠢爸爸、蠢媽媽 可以生一個健健康胖胖胖伯伯的嬰兒 沒錯 沒錯 其實個人體質是因人而異的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問你們的家庭醫生 以及專業人士 今集麻煩我們兩位嘉賓 兩位專家 以及各位現場觀眾 今集到了, 下一集我們繼續 BB要健康